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忠 我是张力 欢迎收看《岳家星雨》第二季 我们好像回忆很多 对啊 长年都在 这么多年在新加坡 我参加了简直是数不出来的音乐会 太多的回忆 但是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们19年去欧洲巡演的这一次 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对对对 印象深的呢 就是我们演完 底下有新加坡的观众 举起了新加坡的国旗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台上拍照 拿着新加坡国旗拍照 当时觉得 哇 我们还是新加坡华乐团 在欧洲给新加坡华乐团 征得了荣誉 我觉得这个印象让我觉得还蛮激动的 还蛮激动的 台上台下的观众都举着新加坡的国旗 对 我觉得很自豪 很自豪 当时那种感觉确实是这样 对 蛮自豪的 然后还有一次 我觉得也是这一次 那个巡回演出 希腊的那个古的 那个多多尼的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剧场 它是一个户外的剧场 我就觉得多多尼那次让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 它那个场子是 它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地方 因为新加坡华乐团去了 它专门为我们打开的 让我们在里面演了一场 那是一个一般人不能进去的 又受保护的希腊国家 它有很多这种东西 神殿 对 遗址 我们的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地方 几千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就从头到脚的通透 拉琴特别舒服 就人就 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 感觉在那个地方拉琴 哎呀 我就觉得好像在那边 真的有一种神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 那一次的演奏状态 跟平时在剧场演出完全不一样 那天的音乐感觉如有神助 真的就有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深刻 我们华乐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还是要为民众所服务的 我们是人民的乐团 要服务于大众 对 人民的乐团 对 然后同时就是我们也是要 更多的要去培养我们的观众群 那我们的观众群除了喜欢华乐的 我们还要培养我们的新生力量 我们的年轻的一代 也要喜欢我们华乐 对 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间断的教学生培养下一代 当然学生对我们 也是非常感激 比方说我的生日 张老师的生日 包括每年的教师节 他们都是自己去做卡片 自己去写给老师的感激词 感谢话 作为老师还是 对 就是这种辛苦 没有白费的这种感觉 学生还是很感激 我今天带了这个 我们家养了一个小狗狗 它叫 名字叫乖乖 学生对它都非常熟悉 那学生就自己去帮我定做了 完全按照我们家小狗狗的模样 去给我定做了这么一个小礼物 放在我的钢琴上面 说老师 以后上课的时候累了 你就看一看 乖乖在这边陪你一个 然后还有呢 平时跟学生在一起呢 其实我们都尽量是 非常有耐心的 要去教他们嘛 因为他们不会 特别是你当你去学校 一个班的孩子 他看见你 每个人坐在下面 笑眯眯 跟你做那个怪脸的时候 你真的拿他们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有一次我上课 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平时态度很好 那天我就急了 我就不要吵 我就这样 吼了他们一下 当时下面被吓到了 过了两秒钟 那些孩子就快点弹琴 我以为这个片段就过了 结果马上过了一个星期 就是我们的教师节了 那那个孩子们 立马就给我画了 这么一张卡片 张老师发火的样子 然后旁边还要写个 哼 学我当时的那个声音的字 就送给我 所以我就在提醒我 就是哇 那些孩子们 他会非常仔细地去 观察你的言行 所以也让我自己 提醒我自己 上课的时候 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 暴躁的时候 那个坏脾气的时候 要尽量地克制 还要再对他们 要更理解一些 我很开心 可以跟着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去到访 全世界很多不一样的 演出的这种圣殿 然后演完了以后 听那个看到观众 非常喜欢我们华乐团的表演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 很激动 我觉得我们的平时的 很辛苦的练琴 很枯燥的这种练习 那些在台上 那一分钟的掌声 当掌声响起的时候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很希望以后 我们新加坡华乐团 我们跟随新加坡华乐团 我们走遍全世界 所有所有著名的 这种演出的场所 让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华乐团的势力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欣赏到 新加坡华乐团 很美妙的声音